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站在一起的决心 中国就宣布了要举行为期三天的 台海军事实弹演习 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 正值透抽产计 北方三岛又是重要渔场 渔业署启动应变作业 机动区议会也每小时 轮播一次军演消息 请作业传之 在演习时要避开特定的海域 这里是基隆台 基隆台风轿 有一份通电传台 请收听 中国东部战区将在台湾周边展开一系列 联合军事行动 请在台湾北部 西南 东南 海域空域 航行的船台远离射击区 透过广播通知海上作业的渔民 中国要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要大家远离射击区 八斗子渔港岸边只剩下两艘船只 进行捕网作业 听到中国又要军演似乎已经习惯 我也啦 没有什么担心啦 因为他们抓了人是进来的 比较没有影响那么多了 我们已经麻痹了嘛 已经麻痹了 所以正常作业就对了啦 还是正常作业 没有停下来 船也没有进港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抵达台湾 中国宣布从4号开始 一连三天在台湾海域 周边六处实施军演 其中北方山岛演训区 这里是北部重要的渔场 现在正值透抽惨记 就怕渔民不知道要军演 渔业电台每小时加强广播 我想这个地方北方山岛是我们北部 甚至台湾北部最重要的渔场 而且现在是透抽的盛产区域 你看现在所有船都出港去了 港内都没有什么船 那可能他现在发布 海上这些船子可能还不了解 所以我刚刚请电台马上广播 让这些在外面作业的渔船 能够得到这个信息 要他们注意 毕竟今晚对渔船来讲 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 他们在海上没有收到这个信息的话 我想是危险的 而同样在必杀鱼港 夏天最夯的行程 金庸雨登岛 虽然照常举行 但游艇业者似乎感受到不寻常的气氛 就担心团客突然出现退订潮 假日是都还没满班 所以还有蛮大的空间 可以承载于客人 那这三天会不会就开始就退订 或是说 是有感受到最近的订单没有那么多 应该还觉得还蛮平静的 因为毕竟那边离我们这边还有一段的距离 也算不算小 就还好 怎么说正常 就是正常 因为没有他们没有到关系到这么远去 就是出我们正常 因为我们白天要等到赛要掉 而中国划定军演的区域 一连三天军演 立委蔡世英说 中国主要是撞声势 中国划定的这个军事远前区 一定程度的妨害了我方的主权 不论是在领海周遭或在兼具海域之内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所以国防部已经就这个部分表达出 严正抗议的立场 那但是中国划了这个演习区 是不是就在那边演习呢 其实也不见得 因为这些区域离 中国的相关海域都有一段距离 我认为他大部分的状况是 划了撞声势 但不见得会在这个地方采取军演的行动 比如说他有在可能在北方三岛周遭 实施所谓的飞弹射击吗 实际上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重要的渔场 有很多的往来的渔船 不是他画一个演习区 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 因为事实上这是非常危险的行动 更何况那边也是我国海军部署的范围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中国虽然透过他们的官媒 画了在台湾周遭 画了这所谓的禁航区 跟禁航区 但实际上能不能真的去执行 是被打问号的 那更何况我方的军事力量 事实上就在我方军事力量投射的范围内 所以我想国防部在这个地方 会表达出来严正的态度出来 正值透抽生产季节 目前有多组的渔船在海上作业 渔会将会密切和渔业署保持联系 确保渔民生计及作业安全不受到危害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原本计划在 金融市中山区温木山填海造陆 新建的第四天然气LNG接收站 近来却传出要东移到金融港港嘴附近 虽然金融市政府提出了五大要求 专业审查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不过议员除了忧心破坏 外木山珊瑚礁和鱼类生态外 现在也担心LNG船 会影响到各类商用船只 进出金融港 原本计划在金融市中山区 外木山填海造陆 新建第四天然气LNG接收站 近来却传出台电计划 要东移到金融港港嘴附近 面对外界各项质疑 金融市政府提出五大要求 审查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关于我们第四天然气接收站的 还评案 那本府的五大要求 包含要求采用最严谨的程序 与标准来进行本案的还评审查 二要求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 以充分讨论 三要求台电要与地方民意代表 及地方民众充分沟通 第四要求保障外木山渔民的生计 第五要求保障基隆港的航运安全 不过市议员们除了忧心所谓四街 会破坏外木山珊瑚交合鱼类生态之外 现在也担心LNG船会影响到各类商用船只 进出基隆港 离谱到极点 我再回过头来说 我们都知道珊瑚在全世界海洋的覆盖面积 只有千分之三 但是却孕育了25%的生物 现在我们在陈博会里面 你会看到市长非常骄傲的说 在东岸在朝静 我们珊瑚富裕到多么成功 但西岸呢 这个是典型的在东岸搞富裕 在西岸搞破坏 你们可以同意 左手放声 右手杀声 这是典型的伪善 现在呢 要改了处口呢 改了航运界所见的港嘴 的出口 刚口 因为我们东北季风墙 你要作业的时候 不能超过三公尺 三公尺在那边摇摇晃晃 很难去接 所以被拆到了 现在又准备要改又在港嘴 航运界所最后的港嘴 在那边吃错 所以在这边 市长啊 我知道你乖乖排 因为啊 你只要配合中央 没有任何 反映我们地方上的意见 所有接收站 从一阶高雄 到二阶台中 到现在三阶 要盖在藻礁上面 大家都知道 这三个接收站 没有一个接收站 会盖在人家的港的港嘴 台中跟高雄的航道 从进来的时候 就比基隆宽 然后我们却要让台电 直接把接收站 盖在我们的港嘴 阻碍航道 然后被迫让其他商船 因为LNG船的进出 而影响到他们的进出 跟时间 然后拖浪成本 难道我们真的 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把珊瑚礁 整个灭掉 要么把基隆港灭掉 更何况 我们好不容易有了 所谓的游轮母港的时候 你这么一座的话 包括观光邮轮 有旅游 货柜 杂货 散货等等 至少要去掉一半 因为我们要离让 你让LNG船 对不对 LNG船 就是把 我们的液态天然气 运到这个接收站来 你以为LNG不会发生事情 就最近的事情 各位Google一下 德州LNG厂 LNG接收站 气爆案 我想大家都不反对用电 但是因为你这个施作 认为你这个世界有问题 会破坏海洋生态 破坏移民的这个生计 更破坏我们基隆港的因应 因为北海岸的鱼都是吃 这个这个胶 胶石的这个这个食物 所以他们 最不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 这个这个不好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政府 应该要好好的在做 深思熟虑 今天不趁这个机会 把他站出来讲说 这个事情的确发生过 10年前交通部 拒绝我们LNG的转运码头 不是直接住进来 在我们自己的发电厂 10年前转运码头LNG 对交通部拒绝了 10年后在七隆的外木山 我们要把LNG发电厂放在七隆 那我会觉得我会良心不安 假设这LNG 这个台电他们应该在这边 设置这个天然气除油厂 我们的海岸线 到底还有没有存在 他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景象 那会带我们 因为我们基隆的一个观光 会造成什么一个未来的 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局面 我们应该来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到底这个泄绿码 世界放在这里好不好 也有议员认为要支持专业专家审查 第四天然气接收站的计划 兼顾生态保育 用电发展 以及居民健康 我本身 没想到我要来改造 专业发电厂 要来改造天然气 这是可以减少空气 有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都很清楚 要如何来做 那他们同台行 我们可以站在感动的立场 叫他们说尽力 如何改进 影响到我们的海底 的环境可以检查到尽力 只要把你反对 就是把它换到别的地方去 什么东西 垃圾不落地 垃圾再收垃圾 垃圾的地方都不要放在我家 我在蒙古一样 大家都这样想 都不要电 电器处 缴电 电器处 没想到天然气 空气污垃 我们的经济 缺电 所以外出不敢来 台湾投资 也不敢来 我们既然投资 这个经营机 我们是要如何做 我们还是反对 谁都不愿意 闲物措施在我们家门口 但是 整个国家能源政策的 荒诞不羁 造成这样的后果 然后变成我们北台湾 北东电厂需要 这更新改建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基隆市政府 也能够在于我们地方政府上面的一个权益上面 不要任意的去附和这件事情 让所有的环境影响评估 环评来去通过 真正的让这些事情合法化 让大家没有话说 记者 武俊松 基隆报导 全长约16.5公里 总经费需要425亿元的基隆捷运 基隆市要分担17.7亿元 基隆市议员很关心经费的问题 市长林友昌强调 17.7亿元 基隆市负担得起 所以17亿的这个经费 我想我们基隆市是负担得起 这个没有问题 那至于你说争取金额的补助 刚刚有讲 我们现在已经从过去 如果是基隆市政府自己要做 要自己负担200亿 要负担360亿 现在只剩下17 我想这个中央已经给基隆很大 而且是最大的一个支持 至于有议员建议地下化 从巴督延伸到基隆 林友昌表示 如果没有预算上的考量 他也很希望地下化 但是说实在 这是一个现实 必须务实往前推动 庄金正义座有提到地下化 如果没有预算的考量 我也很希望地下化 但是这个说实在 是一个现实 因为中央政府的相关的一个财政 还有他的一个预算的资源 就是这么多 那我想这个必须要考虑一个最可行的一个方案 那至于你的一个意见 我相信这个也有许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提法 不过最后必须要可行 如果只是想法到最后不可行的话 就会是一场空 所以我们现在 金融市政府在整个捷运计划里面 我们希望就是用一个最务实 最可行的一个态度 来逐步的往前来推动 所以这边也可以跟 这个线上的视频朋友 还有包括各位一桌来说明 我们现在的进展 其实基本上是非常的顺利 而且基本上也是朝着 最务实 然后把很多的技术性的问题 其实在最近这半年的时间 都透过相关的一个会议 一一的厘清 所以是一步一步的往前面在走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也依据议员们的质询建议 做成决议 为了缩短南港到基隆捷运完工骑程 要求基隆市政府 呼吁中央拍板定案 核定全线路段早日动工 结论一 有关捷运厂站以路线规划 市府应建立通勤族参与平台 让市民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并将规划内容公开 透明化 以立捷运计划之推行 结论二 基隆捷运不仅要改善交通问题 更要带动区域发展及城市转型 请市府就捷运轨道沿线空间定位 以都市计划进行规划完成后 向本会提出说明 结论三 为缩短南港至基隆捷运完工骑程 请市府呼吁中央尽速拍板 核定全线的路段 以立早日动工 新建 物景规划到八度 而需采分工分断施工 造成工期延长并严重 影响居住环境的品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台湾 有一项活动 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的资产意义 它 见证了民族的唾肯与苦难 展现了子民的悲悯与智慧 传承了民意的多元与优美 提供了族群的融合与方向 深具文化传统及文化资产意义 基隆中元纪 黄姓族谱 隆重登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迎接暑假观光热潮 建物市观光巴士小旅行 及四大精选游城即日起开放线上预购 其中七堵暖暖淡来秘境一日游 将首度以观光巴士带领游客 深入七堵及暖暖 8月31号前预购 还可想第二人半假 另外身份证字号C开头的民众 还可以上网预约报名 即可免费搭乘 每周五的观光巴士小旅行 每次班次限量20名 基隆市政委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 曾志文掀开长长的海报 宣布基隆观光巴士在暑假推出的新亮点 包括CD2R小旅行 与涵盖基隆港东西两岸的四大精选游城 即日起上线开放预约 其中七堵软软淡然秘境一日游 将首度透过观光巴士 带领游客深入七堵及软软多处秘境景点 在8月31号前参加 还可想第二人半假的优惠 这一次的四大精选游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也把七堵软软的这些精彩的游城 给它包装进去 所以这一次我们七堵软软也结合在地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防御农场 可以去做一些在地的特色餐的享用 另外也跟软软的大精农场来做一个结合 有一个手作的DIY 那这四大精选游城会在KK Day 我们从8月2号就开卖 那一直到9月2号 至于身份证字号西开头的民众 从8月5号起到9月2号间 上网预约即可免费搭乘 每周五由基隆市旅游服务中心出发 行经要塞司令部 正宾渔港大楼八楼纸车站及正宾渔港色彩屋等热门景点的光巴士 City Tower小旅行 我们这一次特别也推出了这个非常优惠的方案 来给我们基隆人 那过去呢 观光巴士都是用预购的概念 那我们这一次在暑假的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只要你的身份证开头是C 它就可以享用免费的邮程 但是它是限定 就是8月5号到9月2号期间的每个礼拜五 那我们会推出这个免费的邮程 那我们也欢迎所有不管是在基隆 或者是在其他县市的基隆人 只要你的身份证字号是C开头 欢迎你到Occupice来做一个预约的动作 在疫情趋缓下 基隆市政府推出暑假限定优惠活动 提供游客最超值的旅游体验 邀请大家一起来基隆搭关巴想好康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总人口不到40万 爱打篮球的民众却占了将近十分之一 在疫情趋缓下 身兼基隆市体育会篮球委员会主委的 立法委员蔡世应 特别举办运动爱台湾 五对五篮球赛 从8月6号起一连11天 周六周日在安乐高中的四所学校轮番登场 在刚获得教育奉献奖的 基隆篮球推手王炳基老师开球下 由立法委员蔡世应 与基隆市议员张浩瀚等人 组成的Galangina队 跟民传国中篮球队球员 对嘎斗牛 为了协助基隆基层篮球发展 三间基隆市体育会篮球委员会主委的 蔡世应特别举办运动爱台湾五对五篮球赛 从8月6号起一连11天赛事 在安乐高中 基隆山宫 正兵国中 及建德国中轮番登场 拿下冠军的队伍将有机会与T1联盟 台皮英雄队进行公开表演赛 那这一次我主委副主委 还有邀请我们的国首 一起来参与来做代言 就是希望在疫情过后 基隆的好朋友们喜欢篮球的 大家都一起出来打篮球 那基本上基隆传统来讲 就是我们台湾各县市的篮球强队的一个地方 很多基隆的学校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次的活动 会有更多人来参与 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比赛场地还特别分散 那我们期待说让大家不会觉得说 长期以前都在某一个地方打得比较远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除了这个活动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暖暖杯 也在下个礼拜就要开打 那这个地方也是欢迎大家参加 那最重要的是FIFA的篮球比赛 那这一次FIFA在台北开一个计程会 我有特别代表基隆去参与 那也期待FIFA未来在基隆有更多的活动 所以他们决定今年在FIFA的重要赛事 也会在基隆来拉到基隆来比赛 担任篮委会副主委的基隆市员 张浩瀚 林敏勋及同志委也共襄胜举 期盼透过举办更多比赛 让篮球爱好者有机会切磋球技 基隆在这过去数十年当中 有产生出了非常多的一个篮球的国手 包含林志杰 李启毅 其实代表了基隆其实是 孕育我们篮球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摇篮 那这一次特别与基隆市篮委会 来举办我们的基隆区域的5对5的一个对抗赛 那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篮球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体育能够持续来做一个推动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次 运动爱台湾的这个篮球委员会的计划 然后来举办这个篮球比赛 那除了让大家可以爱好篮球 打篮球的这个朋友 可以有一个地方 可以通常禁忌切磋一下球技 那以球会友 那其实打篮球是很快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让这份快乐继续延续下去 高中时是基隆山工篮球校队的直篮球员 蔡健宇也勉励学弟们要持续努力 精进自己朝目标前进 以前也是读过基隆山工的学生 希望大家在不管是什么运动 或是篮球 持续保持努力 精进自己 去追逐基隆的目标 据了解五对五篮球赛 目前社会组有20队 劳马组8队 及机关组5队完成报名 接下来包括软软杯篮球赛 以及VR篮球赛 将陆续在基隆登场 爱打篮球的民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导 位在新北市戏指的武东山慈胜宫 听闻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对乡里大小市十分热心 服务又好 特地将上千斤普渡拜拜的白米及酱油 米粉等物资运送到杨秀玉服务处 请议员协助转赠 帮助弱势加户 公庙普渡拜拜不忘做善事 位在新北市戏指的武东山慈胜宫 因为听闻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对乡里大小市非常热心 服务又好 特地将上千斤普渡拜拜的白米 以及酱油米粉和饼干等物资 运送到杨秀玉服务处 请议员协助转赠 帮助弱势加户 杨秀玉也非常感谢慈胜宫发挥爱心 他一定会把这份爱心转送给需要帮助的弱势加户和民众 首先我还是要谢谢我们那个武东山慈胜宫里主委 还有这几位的委员 今天特别来到服务处送了一千斤的米 还有一些普渡的一些贡品 那么真的还是很谢谢你们的发心 那我会把这些这些 就是他提供这些物资 提供给一些我们七赌区需要的一些乡亲 那我这边就平常就有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就是服务 那也会有一些名单 那我会通知这是个里的里长 还有一些社区发展协会的市长 如果你们里内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服务处这边来索取 杨秀玉也表示有需要的民众 也可以直接到服务处来领取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百年中原代代相传 国家第一号无形文化资产 基隆中原记 黄信竹谱 黄信竹谱 隆重登场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起来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只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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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只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 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 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 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